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这个校园面积广大 这个你知道这个环卫工人 他们是怎么打扫这个树叶的 我亲眼所见 这个我讲了十多年的这个典故了 好多人都不相信 我说他们是用吹风机去这个扫地的 就是拿着大鼓风机 把这些树叶就给它吹 只要吹离路边就行了 吹离人心道就行了 这个工作这个绩效是蛮高的 我看着都觉得 这个办法蛮好的嘛 但是十多年呢 我们国家这个确实劳动力还是那么便宜 所以大家还是在用这个扫帚来扫这个树叶 在美国最近有一个人 他用这个燃烧器 用这个喷火器来清除自家门口的这个积血 你看他穿着睡袍 光着个脚是吧 就拿着这烹火器 呼呼呼的在带着雷风帽 这个在自家门口 用火来清除积血 这个办法是不是很高效 确实很高效 但是确实很贵啊 这个要把这个门口的积血这样 清一遍的话 说不定弄感冒了 但是也确实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你就相信我吧 这个国外什么事都有 奇奇怪怪的事 因为贪恋人工确实太贵了 感谢观看